各位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範例 他要問的是 兩個正幅相同的同向點波園 波園間距是7 波長是4 波園 這兩個波園互相干涉的話 總共在空間中有幾條負線幾條結線 好那其實這個就是 這樣處理的 我們畫兩個波園 我們在前面的部分有提到說 如果想要確定 P點在第幾結線或第幾負線上 那我們就可以從波成X來看 像這樣子 這樣的話就可以去 算這兩段藍色的長度的X 就可以去找出 在P點位置的波成X 那波成X如果是 X的是整數被波長 那 就是建設性干涉 就是所謂的負點 N等於0叫中央負線 N等於1叫第一負線 N等於2叫第二負線 這個 這樣的話就是P在負線上 這樣的話就是P在負線上 那如果是 插了半波長的基數被 那這樣的話就是P在負線上 那這樣的話就是P在結線上 好那麼 我們今天如果想要知道全部共有幾條 因為啊 因為像我們前面的圖 稍微看一下前面的圖 這個空間中有幾條 其實所有的負線結線 除了兩邊的以外 除了兩邊的以外 其他的負線結線 都會通過S1 S2的連線上 那我們只需要去考慮說 S1 S2的連線上有幾條 有幾條負線和結線 然後也判斷一下S1 S2的外側 有沒有結線或負線 這樣就可以知道 全部總共有幾條了 好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知道S1 S2 這條連線上有幾條負線 其實可以換一個角度 就是 把這個P點 把它移到S2 那再去算波乘差 就可以知道P點是在 第幾負線或第幾結線 那當P點在S2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 說S2 在第幾負線 第幾結線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當P在P點在S2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波乘差就會寫成S2 S1 減掉S2 S2 那不就是等於它的間距珠嗎 那不就是等於它的間距珠嗎 珠的話就是這一段 所以這時候再把L 拿去除Lambda 就可以知道說 珠 就可以知道說S2是在 第幾負線或第幾結線 好 那所以今天呢 珠去除以那麼大 珠是7公分 波長是4公分 所以算起來是 7除以4 是 是多少 1 1 8 2 4 1 4 7 2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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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二負 之間 因為 我們現在已經把S2 當成P點 那這個1.75 它還沒有到2 所以 如果 它還沒有到2的話 我再講一次 就是P點現在就在S2的位置 P點把它移到S2的位置 那所以 今天波乘差 是1.75 那代表說 這個S2 還沒有到第二負線 而超過第一負線 這樣子 那 所以 它在第一負線 超過第一負線 但還沒有到第二 所以這 這中央負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 這中央負線 那這邊就有一個第一負線 那還沒有到第二負線 然後 然後 0.75 0.75它已經超過了1.5 1.75 超過1.5 就可以去判斷說 S2 是在第幾結線 到第幾結線 因為 如果今天 波乘差是0.5 就是 m等於1的時候 m等於1的時候 它的波乘差是0.5個lambda 然後 m等於3的時候是1.5個lambda m等於5的時候是2.5個lambda 所以 今天它是1.75 1.75 就是在1.5到2.5之間 所以 它就是在 第二條結線 那第三條結線之間 因為 這樣子看 這是第一結線 這是 第二結線 但 它還沒有到2.5 所以 就沒有到第三結線 好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判斷了 就是總共會有123 4 5 6 7 7條 但其中有12 然後另外一邊有兩個 4條結線 以及1條負線 1條負線 再加中央負線 總共3條負線 所以用文字來寫的話 就是 這裡就可以知道說 一邊 一邊是 一條 負線 那兩邊的話 就是 共兩邊 然後再加上 中央負 然後 因為它 它超過0.5 那超過0.5了 所以 一邊 兩條結線 然後 總共兩邊 就是四條結線 好 謝謝同學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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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